免的蜂眼是区别于其他蜂眼的 他的蜂眼偏向于华 这里打的是XR四人组 完全体四黑啊 他打的是完全体四黑 这手术啊,看都看不过来 一轮滑滑道一道,好像还有机会 找机会,疯 这种手术,你根本解说都解说不过来 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他要滑哪里 而且也不知道他会滑哪里 只知道的是他疯狂在滑,而且手速非常的快 再加一道啊 这全人的电机还没怎么修 对吧,已经有个人半区,有个人四分之一了 他这边的一个目标是瞄准的佣兵啊 因为佣兵在这边的话,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些障碍物 他看的比较清楚,而且这块地方 比较的空旷 他如果布几个墙,有可能可以干扰那个佣兵的走位 然后再通过他的一个预判性的滑墙 来把这边的佣兵滑倒 佣兵说我也不是吃素的,是吧 我只要不看这台电机,你就滑不到我 但佣兵好像还是想要开这台机啊 老小多,各种干扰,再滑两个半血 从头到尾反正就是滑 这就是现在应该算是很少有屠夫还这么玩的 因为现在的封眼的一个墙跟以前封眼的墙是有很大差别的 现在的墙出来的速度会比较慢 所以说你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预判啊 才能够滑到求生者的 不像以前,以前的封眼滑墙流是主流 现在都是走地流了,传送过去 找机会,佣兵,前锋 但这两个人潮身能力很强啊 两个强位一角色啊 看见前锋,前锋应该可能会拉一波球 这边再来找机会,应该是找不到了 台电机已经修掉,还要找优兵这边的麻烦 就这种封眼,你碰到一个非常强的那种队伍 这种四黑的话,其实蛮难打的 因为他需要打一个时间差 就是让求生者,是吧 倒地或者说没有办法治疗的时候 然后去打一波这样的一个时间差 但是如果是四黑的话,我感觉很难 因为他们会有一个很好的配合 比如该什么时候救人,什么时候救人 该怎么怎么分配怎么分配就比较清楚的 不会给你太多的机会 除非你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 非常非常的稳的快速把它拉到才有机会 这边好像是空虚被划在了里面 空虚想要消耗大门这边的能量被封在了里面 直接一波倒地 但由此同时 这边的前锋被摸好 傭兵可能也会被摸好 那么你这个封眼 怎么说呢 你要去挂一个 诶,这边是他也知道 这边前锋和傭兵肯定在互摸 想找机会 想找机会 想找机会来把这边的前锋 傭兵再管一管 前锋这边可能会贴过来来保一下空军 这空军快自摸起来了 治疗82%了 那前锋一保 待会空军手上还把枪 诶,起来了,起来了 你是一个传送的 就这种消耗就 从结果上 或者从目前的这个状态来看的话 它的一个效果并不是那么的好 为什么 就是因为它的消耗没有把这些消耗 这些它打出来的血量 转化成挂上椅子的节奏 因为你只要不挂上椅子 你永远是没有节奏的 这些求生者根本不来怕你 这边封,再封 好,这样牵起来傭兵 傭兵是个铁屁股 不过封眼倒是无所谓你是不是铁屁股 反正我在 我在手蚁的同时 我还能干扰你电击的 那我们要知道 这边空军是交掉了 他的自摸 这个在打开门战的时候还是比较关键的 这边一插一插 前锋的球倒是交的还蛮多的 要救的话现在看样子 可能要让空军来救才行啊 先知是被看见的 前锋这边的曲线很危险 这波防守关键了 就看这波防守的 他就是滑墙然后来防守 还是很到位的 先知被挡住啊 要被迫小鸟 救下来 但是佣兵已经过半 一刀打打上了佣兵 前锋的球还有一半得保 这里反走一波 看见了再一刀打地 看前锋的位置 看前锋的位置 他现在应该是会稳稳的管 稳稳的保住这个前锋 让这个前锋 不稳稳的保住这个佣兵 让这个佣兵先挂飞再说 这波防守过半很关键 如果没过半就把我感觉封眼 甚至连平都不一定平得了 但是他这里是能够过半 那你前锋 这里不一定保得下来的 这佣兵自摸也慢 空军还在那边准备放冷枪 但现在你没有人开机啊 你要寄希望于这个佣兵 就要自摸起来 就有点难了 这刀打 好前锋交球 我们看一下给空军一个使劲交 给空军一个使劲交 交冷枪 就看北力这个冷枪了 好像已经不是往这个方向挂了 那这边冷枪没机会 挂飞一个直接可以传送 去找下一个 两个人都残血 先知这里应该走不了 一刀倒地 再挂上 关键这边中场的一台遗产机 非常的关键 这台遗产机要是修不掉 差的倒是不多 我们看空军那边差多少 那空军这边在消耗能量 这样的话自己的电机就不会被干扰 这台修完前方那台也能点完 电机也够 还能救一波人 还能救一波人 空军这边要被干扰 虽然说他消耗了一台能量 但是还有一台 我觉得这边管这一个 先知应该是一个幌子 其实最重要的是把这个佣兵划倒了 因为把这空军划倒了 把这空军划倒了 把这空军划倒了以后他没自摸 这把穷者怎么样都不行 哎呦 这把门口划倒 这个绝活真的还是恐怖啊 面对这样的四黑 其实中期一度我感觉是 求生者还是很有机会的 但怎么说呢 那一波把这个佣兵击倒 然后挂过半 太伤太伤了 让这里的这个封也就 获顾之忧了 挂飞一个人以后就好大 我这边封 没封到 再封 先去那边 挂飞 还最后再防了一手 怕你有一个加速过去把人给救了 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种封眼就是你碰到了以后 特别是路人局打这种封眼就 就真的感觉很绝望的 因为没什么太多办法 他滑的太快了 他对于这个地图太熟悉 已经放弃了 已经放弃了 那这把也是看到了这个绝活蜂眼 罕见的这种存滑强的 就靠滑 就靠自己的预判 好看 好看